瑞瑟五合茶区的蜜香红茶 特殊蜜香在地独特的风味 是在茶产业界是占有一席之地 但整个茶区今年也面临了缺供的问题 尤其目前茶区茶树年老 产量弱化 也即将进入太厨重植的阶段 因此对于茶产业能够朝向机械化发展 当地茶农也都乐见其成 在茶业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 瑞瑟香蜜香红茶产业 也因此让五合茶区成为了近年来 台湾唯一茶园面积增加的地方 但极度仰赖人工生产的茶产业 随着茶叶人口高龄化 而逐渐面临缺供的问题 因此对于茶叶机械化 茶农区之若鹜 迟早会面临就是人工缺的问题 所以现在为什么会 今天种这个双行的原因 也是为了以后走机械化 这样再采收会比较快 而且它很快就成就是一片 比方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它第三年采一采 说那这个种双行的 就两年就OK的 就可以采了 瑞瑟无荷茶区除了新值茶园 由于茶区产业超过30多年之久 多数茶园茶树都趋近经济年限 茶树老 茶树产量弱化 不少茶农也开始考虑太久还新 因此如何配合机械化生产管理 茶农也高度关注 那我们现在整个推动机械化的过程里面 其实这一部分必须要进行所谓的规格化的部分 从它的那个苗的培养 到它后续的那个配合机械来种植 茶产业机械化能舒缓直茶缺工的问题 但是由于茶树经济年限约20到40年才需要更新 若这些新购置恐怕使用率不高 茶开厂也辅导机械代耕农 协助农民栽种更新 另外上级农政单位也有相关的农耕机具辅助计划 来加速茶产业机械化的脚步 记者是玉兰瑞碎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